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在新加坡的圣唐沙 之前我已经开箱过几种很不一样的手表了 但是今天我要开箱的是一个设计上更特别的手表 就是这个 这上面写的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是这个Mechanical Exploration 所以直译就是机械探索 那这个表它有意思在于它是一个电子机械表 就怎么说 我们先看一下 它不像传统的表是一个圆圈的那种布局 它是左一个右一个 那这个是它黑色的版本 然后我手上还带了一块它银色的版本 那这个表它怎么读时间呢 它分成两个窗口 左边这个是小时 可以看到是从0点到12点 右边这个是分钟 是从0分钟到60分钟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这个分钟会在上面变化 然后这个小时也会变化 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电子机械表 如果我们翻到后面就会发现 它不是一个上链结构提供动力的 而是充电 就你说它电子吧 人家确实是供电的 你说机械吧 表盘确实是机械来指示的时间 所以就叫电子机械表 来介绍这个表的功能 这个表全身只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是亮起来 就是在黑夜里能让你看到时间 然后如果长按两下呢 是电量显示 这个东西直接走上去了 然后告诉你现在的电量 就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如果电量不足的话 会再4再2 你就得充电了 我实际测试下来 充一次电至少能用一个月 就比智能手表 和传统机械表的续航都要长 然后第三个功能是计时 如果我们按三下 它就会自动归零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按一下 它就会开始计时的 然后连按4下的话是调整时间 然后因为它是电子表 所以它的走势也很准确 就是你只要调准了 它就几乎不会有误差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结合了 机械与电子的一个缝合 但是缝合的还挺有意思的产物 然后戴在手上的感觉 不能说佩戴特别舒适 毕竟它是一块这种方形的异形表 但是也绝对不难受 还是挺新鲜的 我就喜欢这种新鲜的东西 这个表的设计者 是一个有40多年修表和制表经验的 一个中国独立制表人设计的 这个表的售价据说是2000多点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个酷炫的 一个不能说玩具吧 酷炫的一个日常小视频小工具来说 非常能实现它的目的 它能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那缺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有的 就是当它每次飞反的时候 就意味着它这个故事要走这么一次 过程其实还是有点噪音的 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它每一次到整点的时候 这个纷针都要这么转回去一次 所以最开始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听到突然 我以为是什么电器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它整点 它叫归零一下 如果你晚上睡觉放在枕边的话 确实会听到 不是说会把你吵醒 只是说会有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说在这种绝对安静的环境下 它的运行的这种声音会稍微有一点大 就是每个小时一次 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叫机械探索这个品牌 一个非常新生的独立制表品牌 然后机械与电子的融合就挺有趣的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